好来 接下来呢 我们讲立体二 利用一个性质 什么性质呢 哦 OK哈 来 佳姐 很久没有听到你声音啊 也很久没有看到你的习体啊 OK吗佳姐 有没有 哎 你们空中相会啊 我可能这礼拜五再来直播 OK吗 来 你们看到这视频之后要准备啊 到时候直播时间会跟大家讲 OK 好维分这个常数嘛 是等于0啊 OK 什么意思呢 常数比如说Y等于8对 对我举个例子 好来 它是水平的直线 没有印象 XY 这水平Y等于8 是这条线就对好 Y等于8 好水平直线它协力多少 它协力多少 哎 水平的协力多少 0咯 所以以后常数维分等于0的意义 就在这里 可以吗 它几何意义 所以回过头来这里 佳姐 哎 有听到我吗 你头回答哈 好 Y等于5 DY的X多少 来 DY的X多少 来 佳明多少 佳明 佳明说 Y等于5嘛 水平直线DY的X 这条直线的协力多少 等于0 对 佳明说的非常的对 对呀 好了 好 这台B 这台B呢 B 一横就说 老师 B又我来啦 B sub sub water 我来我来 好好好 好 一横又说老师 很简单 他图形是在马这里 对不对 这个Y等于2分之1 水平直线嘛 所以这直线协力多少 0 对 非常的好 可以啊 好 佳姐说老师 我终于醒了 我会听你上课了 我讲义会教了 我习题会教了 好 佳姐你说的哈 男子汉讲一句啊 来 禁止一言四嘛 男子 好 这里什么 Y等于X X是什么 非X可打函数 反正X是常数哈 你把它想成常数好不好 OK嘛 DY DX等于多好 常数微分就0 就对了 跟X无关 OK 非X可打函数嘛 就不是X的 他又可以微分 但是不是X的东西 OK嘛 所以这三个 就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 哦 假设水平直线 它的协力为0 OK啊 No problem 好